大家好,我是任途的小迷妹,乐乐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故事 未来世界,鉴定贫富差距的要素不再是金钱,而是时间 人类一旦进入25岁便会停止衰老 生命时钟也开启了一年的倒计时模式 一带手臂上的数字清零就代表着一个人的死亡 拼命区的人们拼命地工作赚取时间 时间不够用还要去银行借贷 而富人区的时间土豪们却可以长生不老任性挥霍 男主英俊每天一睁眼就看到手臂上最后一天时间的倒计时 幸运的是,在母亲的保护之下,他不必被贷款与房租所困 抱着及时行乐之心去酒吧饮酒 遇到了一个拥有百年时间的帅哥 两人还没有交流完感情,时间劫匪就赶了过来 英俊拉着帅哥逃命 帅哥说自己活了105岁,已经生无可恋 并将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告诉了英俊 富人的永生就是用平民之死所节约的时间来维持的 第二天一早,帅哥就将100年的时间传给了英俊 醒来的英俊看到自己拥有了百年时间 并亲眼目睹了帅哥因时间耗尽而跌落河水 英俊找到好基友邋遢哥,送给他10年时间表示感谢 然后英俊接母亲去富人区生活 母亲因为用时间偿还贷款,没钱乘车只能奔跑 然而在两人相应的前一刻,母亲还是因为时间耗尽而死亡 英俊抱着母亲的尸体痛哭起来 更加怨恨这个世界的法则,想要改变这种时间秩序 他乘车前往富人区并在赌场里以死相搏 遇到了一个拥有一万多年时间的土豪 最后为自己赢取了一千年的时间 英俊的胆识赢得了土豪的女儿友荣的青睐 友荣有点像小姨妈疼悠悠 两人眉目传情,跑到小河边裸泳,差点放飞了自我 不料时间守护者贵妇发现了帅哥尸体 并且抓到了英俊,夺取了他所有的时间 只留给他两个小时用来认罪 愤怒的英俊一个左勾拳右勾拳打倒了守护者 并且劫使友荣驾车返回平民区 不料两人诱重了时间劫匪的埋伏 汽车从公路上滚落,两人昏了过去 醒来时,友荣发现时间被劫匪抢走 仅剩下了几十分钟的时间 英俊找到邋遢哥想要索要时间 没想到邋遢哥因为喝酒给喝死了 简直就是猪一样的队友 最后,友荣用耳环换了两天时间 接着,英俊打电话给友荣的土豪爹 让他拿出一千万的时间赎回女儿 然而土豪爹并没有支付赎金 友荣深深怀疑自己可能是重华费送的 于是带着英俊开车冲入土豪爹的银行 抢劫了大量的时间 英俊将时间传输给了时间救济行 并委托他们将时间飞给穷人 干了大事的两人决定放飞自我 不料被时间守护者跟踪 不得不跳窗逃跑 两人又包下一间旅馆想要继续放飞自我 作死的时间强盗闯了进来 英俊非常愤怒 每次放飞自我都没有成功 忍无可忍,分分钟就干掉了时间强盗 两人奔向天台 看着不断上涨的时间利率 英俊绝望了 他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友荣看着英俊满脸心疼 于是他又想到了坑爹 带着英俊劫持了亲生父亲 抢走了保险柜中的一百万年时间 这足以改变现在的时间制度 英俊将时间交给了时间救济行 分给了平民区的穷人 两人在回家取备用时间的路上 遇到了时间守护者富贵 然而富贵忘记了补充时间 富贵因为时间耗尽而亡 简直是猪一样的对手 英俊跑到车上补充时间 然后疯狂地向友荣跑去 在友荣时间耗尽的前一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友荣没有像英俊老妈一样死去 两人欣喜相吻 再次放飞了自我 最后时间秩序被打破 贫富分区的界限也消除 英俊和友荣再度踏上正义之路 放飞自我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给你一百万 获取十年的时间 你会同意吗 下方留言想要看的奇幻科幻电影 点赞最多的优先解说